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幼儿围兜的材质有许多种 有鉴于幼儿围兜的材质安全需求是比成年人来得更高 值得消费者重视 因此消息会就进行检测 作为消费者选购时的参考 婴儿成长到四个月大时 口水分泌量增加 家长就会让婴幼儿使用围兜 主要在幼儿流口水时可以吸收 减少因为口水造成衣物潮湿而需要频繁更换 随着消费者使用需求不断演变 市面上出现各种材质的围兜 消息会就特别针对连锁药局及药妆店 复应用品店及网络购买围兜检测 15件样品中有5件标示不合格 大家都非常重视我们的新生的宝宝 那么对于它成长的过程当中 所需要用的这些婴幼儿的用品 我们都认为要加强检测 所以我们特别针对婴幼儿用的这些围巾 来做一次检测 所以我们采样就在今年的2月份开始 在台湾地区采样 在2月份我们采样的这些项目里面 我们首先说15样产品里面 我们有13样是来自于确定是有地区的 另外2样我们买到的时候 发现它是没有注明是核地生产 那么2件没有13件里面 我们发现是有9件是在我们的 4件在我们台湾地区产制 另外9件是在中国大陆地区产制的 那这是它的产品国别 那我们的从哪里来买的呢 我们一般分成实体店跟虚拟的 这些网路购物 那么我们在这次里面呢 一共有8件是从我们的虚拟的 网路购物的管道取得 另外呢我们其他的7件呢 是从我们全省各地的这些专卖 这些婴儿用品的店里面去购买来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把检验的结果 来跟各位来公开 那我们检验哪些项目呢 首先我们做的是标示的调查 其次呢是我们针对这些棉制品 绑制品或者是来自用一些矽胶 塑胶材料做成的这些幼儿的围兜呢 我们是进行的几项检测 首先是它上面都有些颜色 所以大家知道 比如说非常牵引颜色 它作为一个生产过程当中的 一些有基础的容器介质呢 是检验的重金属 鲜壳这些方面 这些残留的问题过量的问题 其次呢我们是先进行一些敏感物质 像人积分或者是人质乙烯迷的 这样一个检验 然后再来是多环方筋的这个检测 那么这些我们特殊检测的 含有这些成分的检测呢 最主要是基于它制造过程当中 所使用的这些添加物 或者是制造过程当中 所使用的一些化学药品 那么我们要来检测它 到底有没有符合国家的标准 那在15级样品 我们针对两个部分来做调查的体验 一个是针对商品标识的部分做调查 一个是针对它材质的部分做体验 那首先呢 就这个商品标识的部分 我给各位做一个说明 我们前面这边 总共就是我们15级的样品 常常的漂亮 都可以拿满目 各样的颜色都有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编号11的部分 它是没有标识制造日期的 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商品标识的 必须要标明制造日期 所以相对在选购的时候 要看看它的制造日期 有没有记载 那在编号10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编号11是很漂亮的一个回灯 但常常没有标识的情况 非常的严重 老板没有标识厂商的名称 它标识的地址 电话制造日期 生产国别 还有主要成分 所以说 大部分它没有标识 像这种 伪动部分 消费者在选购车 要避免购乃 那在编号9的部分 它没有标识厂商的名称 厂商的名称是指台湾部分的 原厂代理商 它标识国外的部分 也不行 它包括在台湾的代理商要标识 它也没有标识它的一个地址 电话制造日期 像这个编号8的部分 它现在有标识厂商 原生地址电话制造日期 标识3 今天有标识制造日期 跟生产的国别 我们15件的样品 有5件 是不符合商品标识法的规定 所以它不合格的比例 相当相当的高 这部分也值得大家重视 再来我们针对材质部分 做一些检测 刚刚董事长我们也讲了 做了几件的检测项目 包括这个 人积分 还有这个人积分巨洋以西米 它还有油力甲醛 中金属 它牵壳的一个容粗 还有多环方厅 这4样部分 我们来做检测 因为这些都是可能对应用的 造成一些健康危害的一个物质 所以在因为我在洗物品的时候 避免这些危害的物质 才能让保障安全更近一点 不合格的样品均购置网路 不过无论是实体或是虚拟店面 厂商出货时应检视 标识是否符合规定 详述产品内容 让消费者对产品有所认识 而违规物质检测 则是皆符合标准 所测的这些东西的话 像PH 这个是一个自然物 甲醛是个自然物 那人积 营养积 泥 以及它的这个分代谢的这个产物 就是人积分 这个是一个环境荷物 这个环境荷物 所以我们一般在说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CMR 在这一次的话 有C就是Cancer R就是Reduce 也就是说生殖毒性 所以这次这些实际上 都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尤其是对这个幼儿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做出来这些结果的话 做出来这些结果的话 在PH的话 虽然是都符合标准 但是我们这边也有去把它秀出来 就是各国儿童用品 对这个PH这个规范 要是去比较一下的话 我们国家的话的标准 应该是在给大美用 不是给小孩用 所以这一点的话 就我们应该是还可以再跟国际同步 就是我们定标准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 我们的人积分 人积巨阳移行 积迷的这一个 那我们国家的标准是还蛮高的 是1000ppm 那我们有测到一个 大概是160 那假如说看照国外的话 大概是要150 所以要是比照国际的这个标准的话 我们也是会有一件不符合标准 那中规原因应该是说 我们目前国家的标准 对于幼儿或是因幼儿 我们有很多是有单独发出来 但是这个还没有 在我们今天所策法之前的这一边 所以这个也是建议 政府这边能够再把这个标准 再把它跟国际间同步 消费者在选购婴儿为兜时 萧机会也给出建议 我们知道对家长而言 每个小孩都是他们的宝费 那宝宝的安全是他们要对他们的期盼 那像前面这么多种 这个商品我们建议消费者 第一个是选购上的安全 标识上的安全 那选购这个标识要齐全量 尤其必须要像制造商的代理商 那如果没有制造商代理商 商品有求婚的时候 也是找不到对象来 所以第一个我们建议是标识上的安全 要注意 那第二个 那因为像这种商品标识不合格的部分 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像这一次我们有五件商品标识不合格 这不符合这个商品标识法的 这里面有些是有一样的标识 或是甚至很多样东西标识的 那依照我们商品标识法第15条的规定 那这部分可以除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发货 那第二个我们给消费者 一个建议是穿戴安全的建议 那在选购的时候 避免这种小费线太多 或者是细线太多的 请消费者要注意 尤其是妈妈们或者是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或者是忘孙心切的这些祖父们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要清楚的标识 要选购有清楚标识 才知道说货物的来源 以及有问题可以找负责厂商的这些对象 第二个呢我们也尽量的 大家知道很多有些是 或者要让色彩 或者是让一些线条更加鲜艳 做了一些染色 一些染色要复杂的界面 使用一种容器或者是介质 那么如果我们是不要这么讲究这些图形鲜艳的验刷 那我们尽量选一些比较减少使用这些有机容器 或者是一些介质的这些幼儿为多 相对的接触风险会比较少 这是另外一个建议 那对于我们在这次检测发现到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仍然有这些违规的这些现象 我们会在事后检据这些证据跟证件 我们会依请我们的主管机关继续的进行查处 第二个呢我们对于所发现到我们适用的法规 发现它是针对比较成年人的这个法规 但是对于这个耐受性比较弱的这些婴幼儿 如果已经有先进国家定出针对婴幼儿更严格的标准 那么我们会建议主管机关来修订 研定我们国家的法规 让它在成年人适用之外 能够有针对婴幼儿所适用的国家标准来修订 所以用这种方式呢 让我们现在越来越宝贝 我们现在国家婴幼儿越来越少 但是呢我们希望它能够越来越健康 收到的环境呢 能够越来越友善 它用这种方式呢 来保护我们的这些小小的消费者 或者是年轻的父母 萧继辉也呼吁婴幼儿的耐受力不如成人 对其商品各国规范都越来越严格 政府与业者应以更严格的标准来保护幼童的健康 国画大师杨晓宁 浴火凤凰巡回展台北场 在台湾艺术教育馆美学空间登场 杨晓宁擅长新汉画写实花鸟人物 被称为台湾新汉画第一传人 这一次的展览更有一幅十尺巨幅的画作 汉唐雄风为台湾首次展出 透过镜头带您来欣赏 国画大师杨晓宁擅长新汉画写意花鸟人物 被称为台湾新汉画第一传人 更身兼书画装表两大长才 举办过的画展不深美举 包含台湾中国日本更远征到法国巴黎 此次展览展出将近三十幅精彩剧作 要带给观众一场艺术盛宴 早在两千年前 两汉时期文昌画盛 字以汉力 画以像石刻为甚 当时的艺术家们用刀 斧 镯 把画刻在汉石 汉砖 汉瓦上 题材是包罗万象 上字天文星象 下字人文地理 远字历史故事及神话故事 以及帝王将相车马出行 民间祭祀等等 古汉画在中华民族绘画史上 堪称一座灿烂的艺术宝库 它以镇骨立金的艺术成就而标柄千秋 这就是古汉画 新汉画是古汉画的再现 它是通金灌骨的大语言 上街了秦汉遗运 中街南宋梁凯 以及现成当代诸位大家 神秘高庙的泼墨 泼彩的莫古画法 打破了传统勾线 甜色笔墨的造型 以笔带刀 沟通了古汉画和新汉画 笔墨之间的灵魂 也形成了一种继承古人 有别金人 启示后人的一种 全新的笔墨语言和绘画技法 也弘扬了汉文化的博大雄强 3 2 1 出生于中国西安的杨晓宁老师 来台定居超过20年 展览中这幅10米乘1.6米的巨幅画作 《汉唐雄风》为台湾首次展出 杨晓宁老师希望透过这幅画作 让观众感受古文化艺术之美 因为我是西安人 在我的故乡是十三王朝建都的地方 我画这幅画的时候 想要找汉朝的那种地气 我有回到西安 有到汉朝的遗址 又去感受了几天 然后主要就是想弘扬我们汉文化 而且想把古汉画来带到台湾来 把古汉画还有古时候的那个文化艺术 都带到可以想要带到全世界 叫大家都认识这个古汉画 可是那个你带不来啊 他说是汉砖往石头上刻的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艺术来表现它 这就是说把古汉画做了一个翻译 所以想要叫大家来继承传承弘扬 这个华文化是这样子 小林老师其实在我们 台湾已经定居二十几年 那因为一个因缘际会 那他原本老师是想要回去他的故乡 然后过着退休的生活 那一个因缘际会 然后留下了台湾 然后在我们台南是有成立一个新城艺术 然后还有他的工作室汉语格 那我们新城艺术也有他的长设站 那这次呢我是想要说以就是想要推广我们 杨秀宁老师 然后他的一些 他之前有受过一些经历 就是然后再重新站起来 在东山再起 然后也希望以浴火奉王这个名称 然后来鼓励我们的乡亲 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也不要放弃 那只要坚持下去都有机会再重新再站起来 最震撼也有一个剧作 就是我们小林老师第一次在台湾展出的一个巨画 汉唐雄风 那其实我们这次全部包含了有31件的作品 那有包含了新汉画 然后还有我们的血液花鸟画 然后还有跟我们新汉画来做一个新的结合的一个童子系列 就是他的色系会变得比较更饱和更充实一点 会有就是老师的一个新的革新一个新的创作 这次展览的都是以近期就是两三年的画作 那其实我们这边最久的画作就是这一作最剧作的汉唐雄风 那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画的 那其实他也历经了两年的创作时间 那其实老师在留在我们台南的时候 也有在他的画风上还有他的风格上都有做蛮多的创新 2006年杨晓玲老师因为瓦斯气暴导致双手颜面遭受严重灼伤 那段艰苦的日子幸好有台湾各界帮忙 让他恢复健康与自信 犹如浴火凤凰勇敢面对人生 在十年前因一场瓦斯气暴 我的颜面及双手严重的烧伤了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面目全非 我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重创 在那危机的时刻是台湾的医疗机构抢救了我 给我最好的治疗也给我整形 给我找回自信 那时候可以说是最新痛苦煎熬 在那个时候是我们台湾的相亲 他有资助我医疗费 他有帮助我鼓励我 渡过了那个艰难困苦的日子 从那时候去 我就有一个心愿 我想台湾的民众都这么爱护我 这么帮助我 等我好了以后 想要用我浴火重生的双手 用我的才艺 想回馈台湾 回馈社会 同时也想鼓励像我一样受伤的民众 还有受伤的家庭 不管是以前或者是现在受伤的 都要勇敢地面对社会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不敢见人 不知道以后怎么过 所以就是台湾的民众支持我 鼓励我 帮助我 我才有给我心灵建设 我才站起来 我自己用我的才艺来回馈台湾 也是想要帮助这些树上的人 勇敢地面对今后的人生 浴火凤凰杨晓宁巡徽展台北场 即日起在台湾艺术教育馆美学空间 展出至7月20日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从画作中得到不同的启发与收获 在后疫情期间 如浴火凤凰般开启新的人生道路 记者离席会台北报道 怎么叫 有追剧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加宽评吧 中加宽评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加宽评 经典台湾漫画艺人茶几 以百年前 殷商投德与李春生两位异乡人 开创大稻城乌龙茶传奇 作为故事背景 近年来发行第五集完结篇 新书发表会上 作者张继雅 除了表达心中不舍 也感谢连转12年来 一路陪伴的书迷们 立委苏巧慧 也以超级书迷的身份 前来送上祝福 艺人茶几部分取材自真实历史 描绘音商约翰陶德 与洋行买伴李春生 如何将台湾乌龙茶销往世界 造就台湾乌龙茶传奇 2010年首度在CCC创作集出刊 如今迎来第五集完结篇 新书发表会上 作者张继雅 除了表达心中不舍 也感谢连载12年来 一路陪伴的书迷们 完结篇的心情 基本上是松一大口气的 终于可以顺利地完成 然后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故事 就希望可以不辜负 读者们十几年来的期待 因为我们每一本漫画 在完结中间 它可能会需要在一些筹备 比如说它接下来要怎么样 勘载 或者是它要用什么形式 在什么地方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连续的 连载的创作过程 它是其实比较更接近 是每一本每一本完成的状态 最后一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 就是陶德跟李春生 他们是历史人物 就是这部漫画取材历史 那可是作为漫画 希望给读者就是最棒的阅读体验 那我们要怎么样在 既有的历史的一些历史事件 已经固定的历史事件时间点 在这样的框架下 再去找出角色 他们可以 比如说在比如说原创性的 或者是更娱乐性的演出 就是像这个部分 就会花很多心思去思考 然后把它表现出来 角色上基本上都是跟 当初设定就是从设定开始出发 但是其实在这个创作过程中 我会意识到就是 我可能在某些部分 并不太了解角色 会这样说是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商人 所以我觉得我会需要去做更多的取材 来更符合就是作为商人 他们可能在思考的地方 会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像这样子去做更多的添加 让角色丰富 历史漫画它不是只是完整的 去重现历史而已 它必须藉由漫画里面 很多吸引人的表现方式 让读者投入兴趣 那在就是角色的互动上 然后故事的 比如说意想不到的地方 像这样子去添加它的娱乐性 然后吸引读者可以看一下去 而不是只是像看历史教科书 就是这套漫画在创作的时候 也一直在注意的地方 新书发表会现场 立法委员苏巧慧也特地前来送上祝福 并以超级书迷的角色分享自己的心情 细数漫画里每个感动他的瞬间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漫画而已 它其实是现在年轻人非常适合的 新创的圣经 我觉得很多人在讲这部漫画的时候 其实会说我们终于有把台湾史 用一个轻松易读的漫画方式 可以介绍给更多的年轻人 我完全同意这部作品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更认识台湾史 但是我同时必须说 其实20多岁30岁的年轻人也很适合得 因为当我们想要创立一个新事业的时候 中间会遇到的挫折困难 理想和梦想的拔河 理想和陶德之间的争论 真的完全就是代表了 我有理想我想要往前冲 但是我完全不管后面的经济压力 我就是不得做梦的陶德 那个热情的燃烧 不晓得到底哪里有的这种勇气 然后李春生的那个理智面 现实面一直把它拉回来 但是到最后 你到底要在你的梦想 和理智之间如何画出那个平衡线 常常我会自己看到热泪云眶 因为我会想说 哇我们想做这件事情 想要把更多的想法让更多人知道 这不就是陶德 他现在在讲的这些话吗 像刚刚到这 那常常都会有那个对话狂合很大 可是你看到他已经一路挫折挫折 然后跟你智之间一直吵架 吵架到最后 李智之间说对了 你说的是对的时候 然后下一页就会大大的风景图 空景全页 再加一个对话狂合 让淡水的风 自由的风吹向全台湾全世界吧 我就说啊对了 就是这种心情啊 我就是要把台湾人的梦想 站上世界的舞台啊 就这种高度啊 就觉得啊我被鼓励到了 然后下一页一页都开始继续挫折 就都开始挫折 所以那个新创 各位你们可以理解吗 其实我的行业像我弟在做的工作 我也是把我弟的工作当成是一个新创 我是在创造一个平台 我是服务业 所以其实中间我有很多困难 然后要怎么沟通要把自己推销过出去 其实我觉得跟陶德在推销一杯茶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相同的 所以我不晓得你为什么有那么多 能够鼓励大家的心情 你这个人真的有这么乐观向上吗 为什么可以一直这样鼓励大家呢 但我真的有被鼓励到 然后不管是这个城投家 他跟他儿子之间 到底要不要栽种新品种 那个困境我受过了挫折 所以我要停在这里 但是二代就一直希望能够有新创的方法 可以把这个父母留下来的东西 明明就有机会可以在那儿发扬光大 那这故事我觉得也是每一个二代的征兆吧 每一个二代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那甚至是今天这个画像 我一来看到这个画像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不只是新创 后面他还有一个那一杯茶 是一个想要被认同的心情 原来不管是做人还是做生意 陶德都比我懂得更多 你就是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对啊 那种想要被认同的心情 当我想过一个梦想 希望被更多人看到的那个心情 就是这样 一路陪伴张继雅的责任编辑 同时也是CCC创作级主编的温存雅表示 从陶德春生还有周边的人 都让更多读者了解这块土地的故事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一开始我认为说陶德他的人生 他有把台湾的茶叶送到美国 然后又有什么到台湾天 他就是海里面救人啊 或者是说经历的轻辣战争 这个故事本身很精彩 然后每个片段都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然后大概是个四回的故事 然后但是很快 基雅就打破了我的想法 说我们来个三集吧 这样子 然后三集大家都知道 后来又变四集 然后又变五集 对那 可是事实上是每次 基雅都能够说服了我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擅长演绎故事 就是能够很就是把故事粘密的去让这些角色 然后他的一些心境转变 然后他们的个性去呈现出来 所以我每次都会觉得说 这样让故事应该的 然后也而且事实上是作为一个就是有点外来者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十年过程中慢慢的融入了这样子台湾漫画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幸运的编辑 因为我遇到的是基雅 因为基雅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创作者 他如何再去这个故事的表达上 那还有再是一个就是人物角色的塑造上 因为例如说像我还蛮非常深刻 第一次讨论到说陶德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个说我觉得陶德是一个浪漫的人 然后我就想说哇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我在整理知道的时候 我只知道说他做这件事能够那件事 但是当这个性格出来以后 我这个角色就先过一切 然后而且在这十年我们一直在创造这样的故事 然后我当然是一个主要是资料收集的程度 程度这样子就是资料收集 然后可能会去做一些评导整理等等 那或者说他们的一些路线的探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变成是深深的 就是我也是这个作品的迷 我也是经常在走在那些路线上 走到台北城门也好 或者是走在就是那个当城码头也好 所以想说陶德搞不好哪天就是这样子在这里 路过这个地方 张继雅是嘉义眉山茶农之女 当初构思长篇创作时 便决定从自己熟悉的题材出发 也让他一头栽进台湾乌龙茶的世界 最大的帮助就是在制茶的技术上 如果我有不懂的地方的话 我就可以去问那个父亲去问爸爸 就是比如说那个技术他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或许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式 像之类的去问爸爸 那有的时候因为我是为了漫画的目的去问爸爸 那爸爸他就会有一点觉得就是莫名其妙啊 就觉得你为什么要问那么多呢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啊这样子 他看他们就会呈现有点困惑的感觉 但是他们还是会很努力的就是把他知道的知识告诉我这样子 他的就是看点应该还是最后回归到角色身上 就是陶德跟李春生 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作为商人 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理想跟希望的想做的事情 那两个人是不是你说能够一直 像以往一直合作下去呢 还是说两个人的关系产生变化呢 我想这个是书名可以在最后一集 就是有去期待的地方这样 就真的就是只有就是谢谢他们就是一路陪伴 然后一起走到这边来 就是有真的就是有书名他从国小的时候开始看这套漫画 然后到现在其实已经出社会了 然后他终于可以等到最后一集了这样子 对就是也是为什么我前面会说 我其实觉得松一口气 就是毕竟让大家让书名等了十年 希望可以最后好好地把结局就是献给他们这样子的感觉 一人茶几漫画迎来最终章 陆续也将衍生桌游 城市解谜PC版电玩等不同领域的合作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乌龙茶的故事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为了推广佛具产业与科技 台北市商业处辅导台北市佛具商业同业工会 办理2022台北神将福虎工艺大赏 活动现场展示了木雕彩绘贴金刺绣等四种工艺 信了不少亲子朋友到现场彩绘 福气神兽福虎 借此活动希望让民众来认识佛具产业的特色 台北市佛具产业历史悠久 为了推广佛具产业与技艺 台北市商业处与台北市佛具商业同业工会 特别办理2022台北神将福虎工艺大赏 活动一开始邀请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与台北市佛具商业同业工会 共同为黑虎将军揭幕 3 2 1 请揭幕 哇哦 我们恭喜黑虎将军了 漂亮的腾温厨艺来到了这个非常 愿意的开心虎虎真风的时刻 今天的活动很重要的是除了黑虎将军 要帮我们吞温厨艺之外 还有让年轻的小朋友 在今天的活动可以看到 师傅亲自示范而且还可以DIY 看到活具产生的一些过程 然后怎么样把它做出来 成为我们在寺庙里面 供奉的重要的神价 所以今天有这个活动 我觉得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活具 它其实不只是信仰 它还是很重要的记忆 也有很多的技术 还有我们师傅们的精神在里面 所以今天要代表市政府 谢谢商业同业工会 不断的在推广我们活具的记忆 那最重要的是要保持 我们这些师傅的这些人才 让他们的技术要一直流传下去 活动现场特别展示木雕 彩绘 贴金 刺绣等四种工艺 并以俘虎为主题 吸引不少亲子朋友 一起来参加彩绘活动 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因为他也是念美术班 所以这样让他来体验一下 这是我们南兴绣装吴师傅的作品 师傅今天是身体为一样 所以没有人到现场来这样 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七爷八爷的那个腿套 这个是半成品 然后成品在后面那边 所以它的龙身 对龙身都变立铁的 因为里面有塞棉花 现在看到这都是纯手工的 一针一线 一针一线 百分百纯手工 对对对 然后旁边这一个是我们玉皇大帝的秀衣 对 那就是说我们的神像 有软身跟一体成型的 那这个是 对不起 这个是软身的那个神像 玉皇大帝的秀衣 所以今天特别跟老师情商借来 我们现场做展示这样 对对对对 那我们前面展示柜那边 还有一个是那个蝙蝠八卦 也是老师就是一针一线 刺绣 然后绣起来一大幅 在我们前面的展示柜 待会复兴 这个快半年 才这样子 而且还未完工 对对对 因为老师最近身体比较微样 对 那边就是细 对 就是它的剑层色 其实真的要靠功力 而且近年来做已经断层了 很少年轻人大一点感觉 做不住 因为它必须很细致 对啊 对 因为是刚好适逢虎年 所以我们规划了虎爷的一些相关文物的特展 这样子 那其实在神佛像的制程里面 它有蛮多的工艺技术 不同的层面跟工序在 那我们今年主要是针对木雕 刺绣 贴金 还有彩绘 这四大项目 来去做活动的那个主题 这样子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让市民大众 会让大家可以更有机会 亲近一下我们的佛具 虽然它已经快黄昏产业了 可是它还是有它的文化价值在 那我现在身边这个是那个男星袖装的吴老师的作品 然后我们看到其实它这一副是那个七爷八爷他们的脚 脚裤子的袖 那个腿套 裤子的腿套 对那都是老师一针一线去慢慢去缝出来去 刺绣去绣出来的 其实工艺蛮细 那这样子的作品 一双腿大概至少三个月到半年的工时跑不掉 对对对 所以老师真的也是蛮辛苦的 然后也苦后继无人有点苦恼 所以今天刚好老师有点微样 所以没办法到现场来帮大家做说明 这个要价不菲 其实会看它需要的材质跟它的面积大小 那今天带出来的这一双腿套 大概一一件一双腿十万块 两双腿二十万 大概是这个价值 但是文化是无价的 希望有更多的更多的民众愿意来亲近它去认识它 甚至希望更希望有人愿意来传承它 因为刺绣真的蛮辛苦蛮累的 好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宗教雕刻神像的记忆 对然后这个本身因为我做 我十几岁就开始学了 然后这个学程真的是比较长 现在年轻人比较不愿意学习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记忆断层 很严重的地方就是在这边 因为其实在古代 就是我们工艺师 古代是没有什么叫艺术家 但是艺术家其实就是工艺师 就是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神明 就是在把我们的记忆放在这个神明身上 所以它雕刻它的比例 它的神韵 就是等于是现代的艺术创作就对了 对对那古代是没有什么所谓的艺术创作 其实就是传统工艺 所谓贴金就是非常顾名思义 就是把金箔像我家贴的是银箔 所以它是银色的 像这种就是贴金 这种金色的 然后它亮的都是都是金箔 贴金它主要是为了让神明或是整个宫庙看起来 就是金碧辉煌有金碧辉煌的感觉 所以会用贴金的方式去让那个色泽变亮 对这大概就是贴金的意思 就是这样把金箔放上去之后 拿这种刷子 比较软一点的 然后放它这样子扇上去 然后再慢慢的把它刷平 它就会看起来就是平面然后又很亮 对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都是老了 就断层了 差不多如果我们现在也很需要有年轻人 从这小小的艺术家对这有兴趣的 慢慢去琢磨 因为基础是打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小孩子 我们这个美术教育一定要比例的很好 科的神像一定要才比例好 要不然你科的头大大嘴短短的 所以说要比例好 比例好 他至少要知道有这个神像 慢慢他去接触 比方说要科关公 你要了解关公的习性 你要科那个张辉 还是你要科那个赵子龙 还是要科那个孔明 你看你看他的脸部的神像 很有神印 很有那个神迹妙神 还是很威武的 还是很凶恶的 都是一步一步的 从历史小时候都要知道 像我们以前都是 师父在讲我们偷听的 这样子啊 那个哇以前的师父这样子 可以这样气功下去啊 那个做起来气功 他们我们就要看手指都怎么做 以前都画起来 由于佛具相关记忆 学习时间长 产业也面临传承的问题 因此台北市佛具商业同业工会 希望透过活动的推广 让年轻世代有机会认识佛具产业 也希望扩大串联佛具产业的经济规模 让有兴趣的年轻人愿意投入 希望说我们政府能重视我们这种传统公益师啊 对他要保存这项记忆的话就是 希望他给我们多一点的一些管道 比如说可以帮小孩子授课啊 之类做传承方面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台北市政府帮我们举办授课方面 对让我们有一个场地有一个时间 然后为我们下一代来传授这样的记忆 对种下这样的种子啊 因为你要有一个诱因嘛 有一个引导小孩子他才有兴趣 哦原来雕刻神像是这么来的 不然这样子我们没有透过我们的解说 或是我们这样子雕刻给小孩子看 现在小孩子他根本就不懂这方面的东西 对所以我希望台北市政府或是我们政府单位 他能帮我们开这个课程 我们来教我们的下一代 对最起码下一代他知道说 哦原来神像是这样刻出来的 先雕刻 开辅雕刻 然后打磨打底 然后上粉线 安金 到最后我们要供奉就要开光点眼 对这几个十几个流程 就是我希望我介绍给我们下一代的小孩子知道 你可以看其他师父都已经年纪很大了 如果再过一点时间可能就会有我们常讲失传 可是我们常听到就是说台湾公庙多到比电力商店还多 那如果我们说老一辈的都退休了之后 你神像他终究是一个木雕 然后他总是会有一天会坏掉 会裂开 那这样子可以让我们新一辈的就是可以维修啊什么的 就比较不会让他们失传掉 对 我最开始对木雕有兴趣 可是来来这边之后师父也都跟我讲说 你现在做这一行你必须所有的事情都包 你才有办法讲现实一点 我们每次充活下去不然可能就饿死了 对 那你学生会不会觉得辛苦了 辛苦多少是一定会啊 因为要做很多事情嘛 那 那就是也还好啦 其实说真的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是要多言化 也不能单单佛像 我们一直整个宗教的体系 包括佛像佛桌 里面的装潢设计 整个庙宇 你都可以接的话 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个经济的问题了 这个就是要培养人才 在李市长一直希望可以升耕 向下扎耕 希望引起小朋友的兴趣 那刚刚在介绍的时候 其实有蛮多妹妹觉得好漂亮哦 说你要不要学 不要觉得好辛苦 这也是老师目前觉得最头疼 然后觉得就是最难去突破的啦 所以也是希望说 可以有更多人愿意接触这个产业这样子 这场台北神匠服务工艺大赏 让民众有机会来了解传统工艺之美 也带领民众一窥佛具产业的特色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事件的国中 有一群学生看到身旁有同学 因为不满意学校的工餐 就乱吃或是不吃午餐 融为无餐难民 对健康影响甚至 因此他们决定有所行动 开始了解同学的心声 跟团圣厂商沟通 也在校内提倡健康饮食的观念 让我们来看看这群学生 如何化想法为行动 为您整体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午餐难民 我是主持人曲达多 我是主持人陈立伟 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问问目前在看影片的各位同学 请问你目前对于你现在吃的午餐满意吗 那么接下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 首先是前两位是石家安饮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 业务部经理张乃文 以及业务部理王冠荣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石家安的业务经理乃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石家安的业务副理冠荣 经理以及副理你们好 接下来邀请到的是 建德国中午餐秘书王怀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建德国中的午餐秘书王怀宁老师 秘书好 各位同学还记得在寒假期间 有做过一份Google表单吗 为了要更清楚的了解到学生们的意见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特派记者的脚步 一起去看看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记者人目前在建德国中的汤塘 由此可以看到有许多学生在这边 进行台餐的活动 究竟学生对于营养午餐有什么意见呢 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我觉得好吃的是蒸蛋 然后不好吃的是米粉 我希望可以再增加的是腊炒年糕 我觉得好吃的是油饭 不好吃的是三色豆 然后我希望可以增加的是乌龙面 好吃的是卡拉鸡 不好吃的是芋头类 希望可以有的是蛤蜊 我觉得好吃的是高丽菜 不好吃的是鱼排 我最希望有麻婆豆腐 我觉得最难吃的是这个番茄炒蛋 然后呢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咖喱鸡 然后呢我觉得我希望呢我们的菜色能够再新增这个马铃薯炖肉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烤鸡翅 最不好吃的是香松拌饭 希望可以有的是奶油意大利面 好了现在我们都知道各位同学的意见了 那现在我们就将镜头交还给棚内 相信各位同学都更能明白学生们之间对于午餐的意见了 那现在就请石家安的副理为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吧 那目前针对学生回馈的好吃的 那我们会继续保留这些的菜色 那学生希望可以有的菜色 那我们也可以列入评估 那在下次开例菜单的时候 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 那针对学生觉得不好吃的部分 那我们会评估它的营养成分 那在菜单上的次数我们会再做佐量的增减 那经理 根据目前同学有反应说出 我们学校的饭菜会有太冷的情况 喜欢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解决呢 因为我们其实基隆 其实比较天气比较多 尤其在冬天 风也比较大 雨也比较 下雨的机会也比较多 所以其实在供应我们建德国中这边 那我们是希望说 司机大哥在下餐的时候 只要来得及学生搬餐的时间 然后我们延换他下餐的一个状况 让学生来得及在下课及时 赶快拿进教室 因为毕竟我们放在穿堂这边 其实风吹 其实很容易冷 所以我们会以这样的模式来去做一个公餐 那请问经理 有许多同学反应说出我们的饭菜会太淡 那请问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针对同学觉得说 青菜口味弱太淡 因为其实口味是见仁见智 那青菜我们尽可能就是朝向比较健康 所以在菜色的部分 当然学生的反应 我们会去做一个讨论 那针对菜色 我们希望用一些辛香料 去做一个增加它的香气 然后在口味上 我们如果说学生觉得口味太淡 我们可以再佐量再增加我们的调味品 去做一个供应 那经理 我们有听到一些同学说 希望我们给的饮品当中不要减糖 那请问这个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那目前我们其实在提供饮品的前提之下 我希望是提供就是说 所谓的校园食品 还有一些相关认证的一个产品 那针对它的糖分的部分 当然有一定所谓的一个营养基准 或者是一些规范 所以我们希望是可以去提供 所谓的合格的一个产品 最后再请问这里 有一些同学说呢 我们希望在这边 我们是否能增加一些小点心 例如汉堡薯条 请问您觉得是否可以 这几年我们政府都推广 所谓的三张EQ的食材 其实在汉堡跟薯条这边 其实并不是很正规的一些 像食材的营养午餐的其中一项 所以希望我们是以正常的像主食 像白饭五谷杂粮饭一些等等 或是面食 那主菜的部分尽可能就是提供一些 生鲜的一个肉品来做提供 其实这样子对同学的一些营养素 或者是有一些认证 相关的一些营养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会更为健康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下一段影片 就针对我们食材 一直到我们生产 一直到送到我们学校的营养午餐 到底是什么制作出来的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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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应该知道学校网站的首页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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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